基隆坡高庭早前表示 单亲妈妈罗秀凤的三名孩子跟法庭面谈时 表达了不想当伊斯兰教徒的意愿 因此裁定驳回玻璃市伊斯兰宗教与马来风俗理事会MAYEPS 更改罗秀凤孩子抚养权的申请 MAYEPS如今证实已经对高庭裁决提出上诉 MAYEPS的代表律师丹牛昨天向当今大马透露 MAYEPS是在10月20号提出有关上诉 不过上诉庭还没有责定案件管理队期 MAYEPS此前申请介入罗秀凤的离婚案 以便更改罗秀凤对孩子的监护权 让玻璃市伊斯兰机构为三名孩子提供伊斯兰教育 不过吉隆坡高庭家庭民事法官哈雅度 已经在10月11号驳回MAYEPS的申请 法官哈雅度在审讯中透露 孩子们告诉他现在很开心能去上学 不想成为慕西林 孩子们希望和妈妈一起生活 反对MAYEPS监督他们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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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